路加福音第七章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 就吸气他 转身 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 已经好了 过了不多时 耶稣 就怜悉他 对他说 不要哭 于是 进前 按着杠 抬的人 就站住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 起来 那死人 就坐起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 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 说 有大先知 在我们中间 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 他的百姓 他这事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 和周围地方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 都告诉约翰 他便叫了 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 到主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 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 来到耶稣那里 说 施洗的约翰 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 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 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安 叫好些瞎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 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 告诉约翰 就是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 芦苇吗 你们出去 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燕乐度日 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 究竟是要看穿绝软衣服的人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 就是这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税吏 既受过约翰的喜 听见这话 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 我可用什么 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机室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施洗的约翰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 也吃 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是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塞人家里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坐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铺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对那女人的罪赦免人的罪